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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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了 作曲 李宗盛 又跑了 作曲 李宗盛 主人 你这是干什么 主人 我 以后不许你再靠近将军 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 劳劳劳劳记住我的话 否则 作曲 李宗盛 主人 干得好 这些地球人的脑袋 真是简单哪 我真希望 离开地球的日子 能够早一天来到 在这里我真是 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古拉 你真的是一个 优秀的人才 有实力 啃动脑筋 真是一个干将 多谢将军夸奖 属下只不过是 一心想效忠将军 这些日子 你的表现很好 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 你现在可真是我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这 这什么 有话你就直说 没什么 我只是怕 有些人会不服气 谁会这么大胆 将军就不必过问了 属下觉得 一定是我自己做的 还不够好 不过将军请放心 只要给属下 多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摆平这件事情 我看 你真的是八面玲珑了 我问你 你真的愿意誓死效忠我 将军言重了 将军的每一个手下 都愿意为将军誓死效忠 背叛过我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他们第二次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 那些曾经背叛过我 现在又回来找我的人吗 将军的意思是 我只会带我相信的人 离开这个星球 这 那三位前辈呢 他们 阿锐四星人才济济 难道还没有人 可以代替他们吗 再说了 我带着三个背叛过我的人 只会让全银河系的人 笑 况且 现在有你 这样一个聪明的人 胜过他们三个 我又何必 委屈自己呢 谢将军厚爱 况且 在地球上 这场失败的战役 越少人知道越好 省得以后 在我辉煌的战绩中 让我蒙休 那将军打算怎么做 属下一定用性命来相助 我们要尽快找到地球能经 然后 我带你离开地球 当我们坐上太空船 离开地球的时候 船上的离子炮 就能立刻开始吸收 宇宙中的一离子能量 然后 瞬间完成能量的填充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举消灭 这个星球和那些 背叛过我的人 属下冒昧 这太空船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你聪明的小脑瓜 也有失灵的时候 太空船 你早就见过了 我见过了 属下望将军明示 你不觉得 那个塔有什么不妥吗 塔 之前去过的那个塔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塔 就是我们太空船的尾部 虽然它的周围和它的内部 有人动过手脚 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太空船的主体 就在塔底下 什么 原来我们一直在找的太空船 变成了一个破塔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 只要找到召唤器 然后取得密码 抢到地球能金 我们就能一锦还乡了 不过 没什么 你去忙你的吧 是 瞒着 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不要泄露给别人 要不然的话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将军请放心 属下不会像他们一样 大脑不好使的 去吧 没想到会这样 整个银河的星球 我们都没有放在眼里 最后却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 损伤得如此惨重 而且还栽在我们一手 训练出来的 行踢小队上这 这三个兔崽子 可恶之急 死有缘故 因为你买大 做头了三心二意 导致一而再 再而三的失败 再这样损失下去 我看还没有懂到 回阿瑞斯的那一天 你们就已经被地球上 这几个小鬼 解决得一干二净 既然你们那么不行 那我就自己上 让你们瞧瞧 什么才叫真正的战斗 主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去 把这个送到铠甲召唤人的家里去 你自己这么大本事 想变谁就变谁 这种事情还需要我吗 你天生就是个跑腿的 叫你去你就去 哪来这么多废话 主人你听到了吗 我跟随主人不是一天两天了 什么事没办好过 现在怎么了 都成了跑腿的了 那你以为你是什么 主人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吗 让我做霸王集团的总裁 建成CEO 哼 做梦吧你 轮到你说话了吗 主人答应过我的 不然我做这么多事情 为了什么 你现在就想知道答案吗 住手 去吧 你要的东西 我会给你的 这种人日后必成大患 将军为何不让属下动手 你不要因小失大 他在这里失踪 那些地球人 肯定会调查的 我不想在最后的时候 遇到什么阻碍 是 将军英明 书想明白了 说起来谁会相信呢 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可是你们却告诉我 他是个外星人 而且 而且还是个 心寒手辣的外星人 我想在你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应该不坏的 我认为他大概是受了 挑拨离间的刺激吧 对 就是这样的 不过 不过这阵子我一个人在国外 倒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还学会了一些东西 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觉得凡事啊 不能太强求 而且呢 要常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这样子就能理解对方了 而且呢 你会从中不由地快乐起来 安娜 你真的变了很多 变得成熟了 对了 你这次回来多久啊 我明天就走了 我本来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看他的 结果却没有联系上 不过我又想来看看小飞的 可是啊 全部扑空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哟 真是冤家路窄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上我们尊贵的安娜小姐啊 你可别太过分啊 是不是要我赶你你才离开 你的安公子现在已经弃暗投明 到我们阵营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有很难过的感觉啊 你还真好意思说是弃暗投明 这个年头还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反了 我尊重他的选择 每个人做出了选择 都要为之负起责任 更何况 我们旁边的人也只能祝福他而已 这句话很有道理 你现在很会说话吗 哼 我就不相信你不难过 他现在是坏人哦 很坏很坏的哦 我尊重啊 更何况我觉得邪不胜正 倒是密斯林 你的未来会怎么打算呢 未来 我的未来就是幸福 很幸福就对了 你幸福吗 我觉得人们所追求的那些金钱 美丽地位固然很重要 但那些都是表面的 我知道你爱漂亮 可是呢 我经过这次才知道 其实这些东西啊 都是稍纵即逝的 这一秒你可能还很开心 可是下一秒你又开始计较 这种生活你不觉得累吗 是啊 其实我们女人的生活里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颗美丽的心 在工作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能力 而就你这样 只有你自己认为别人会羡慕你 在别人眼里 你可是一点也不幸福 你们这些人好讨厌啊 自己是丑小鸭 就羡慕我是白天鹅 我告诉你们 以后霸王集团的掌门人就是我 到时候 我就是金美丽和财富于一身的大白鹅 是吗 你觉得那些无恶不作的外星人 他们会那么好心吗 他们的目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不过就是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 相信我们吧 我们是在一个时间空间长大的孩子 我们有着相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你我的思想是一致的 和那些外星人根本不一样 我只会带我相信的人离开这个星球 或许你们说的是对的 那你就脱离他们呀 我看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要我把这个给你们 这是决战书 决战 嗯 陆伐已经得到了最厉害的铠甲 他打算自己亲自出马 来夺所有的召唤器 还说如果得不到 就会立刻摧毁整个城市 他当他一定会赢啊 这也太嚣张了吧 他们这回是志在必得 他们想用最快的速度 得到一块能量石头 地球能金 他们还说的那个塔 哪个塔 是这魔塔吗 嗯 这魔塔怎么了 这可是我偷听到的 他们说这魔塔底下 就是他们星球的太空船 他们只要一拿到能金 就会立刻离开地球 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回来 攻击地球 太空船上有个武器 叫离子炮 只要脱离了地球的磁场 离子炮 就会收集宇宙中的离子能量 然后只要一发射 地球就会 爆 爆掉 那我们还有胜算吗 我只是把话带到 现在我也觉得挺麻烦的 你们不是在怪我吧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要是我早知道 我就不会 我不会怪你的 我还要谢谢你 告诉我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你不怪我 你也是被人利用了 如果这次你亲耳听到的事情 能让你有所觉悟 你真的应该赶快悬崖勒马 嗯 我知道了 你们这样对我 我才突然明白 你们刚才说的意思 原来内在美的人 才是最美的人 内在美的美 才是无懈可击的美 诶 密斯林 我觉得 你比以前好像更漂亮了 真的 为什么没有 奇怪 你现在越看你越像一个坏人 你给我滚开 苦拉 将军 把他给我 抢回来 这些都是密斯林偷听到的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召唤器 看来摧毁地球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陆法这家伙已经迫不及惮了 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了 我们三个又没有和修罗铠甲一起打过 如果我们三个要一起上的话 说不定修罗铠甲也立马就趴下了 别忘了 我们还有后顾之忧 什么后顾之忧 是指安弥修他们吗 其实安弥修和那些游民魔 只是隐忧的一部分 别忘了 我们一定要抢回那只耕弩金刚柱 来救柚子 妈呀 这就麻烦了 你们说 我们现在到底要先解决哪样呢 我们现在连打赌的筹码都没有 万一他把耕弩金刚柱藏了起来 就算我们解决了他 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耕弩金刚柱啊 有 有筹码 这东西是当年行天将给藏修者保管的 它一定很重要 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来找过 没找过不代表不重要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发现 有句话说得好 关键往往存在细节里 我想它就是这个关键 你们想想 陆法离开地球 需要来自阿瑞斯的所有东西 我觉得他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他 陆法也离不开地球 我赞成 小天 你要好好保管这个小东西 看来未来就靠这小东西来立功了 你们快来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 这就是外婆说的铠甲飞行器了 怎么好像没有轮子的摩托车啊 000个年轮盈 000个年轮盈 快始终 Zither Harp 挥动着我的翅膀 朝着太阳的方向 没做成的开窗 铲出心中梦想 忽略停在我的肩膀 穿越了曙光 没做成的开窗 看见心中梦想光 曾经走过的青春最难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